马桥有底蕴深厚的古文化 不过近些年 还有一样东西却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很多人都喜欢点一种豆制品做的菜 那就是马桥豆腐干 貌似普通的马桥豆腐干 却因为口感好 闻之清香 尝之味美多汁 不硬不软不松 更没有一般豆腐的腥味 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睐 追溯历史 马桥豆腐干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 那时村村几乎都有豆腐加工厂 七八个人的小作坊而已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 现代化的豆制品厂 代替了粗放落后的手工 制作这种小作坊基本绝技 马桥镇望海村的几家农户为了生计 保留下了这种纯手工的豆腐作坊 不料越做越有名气 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有所闻 马桥豆腐干之所以博得众口赞誉 主要在于选料精湛 做工细致 马桥豆腐干的主原料黄豆 是东北优质大豆 没有一点杂质 那些调料品如酱油味精 选的都是名牌产品 在制作中处理黄豆油尤为讲究 进水熬熟都要算准时间 而且要看天气情况入手 黄豆太生太熟都会影响豆腐干的口感 制作过程完全凭的是经验 黄豆磨好熬熟去水后 使用木框磨压制成型 然后分切 最后放入早已备好的汤料锅里 纹火慢煮 入味后便可起锅 就大功告成 下面介绍一下红烧马桥香肝的做法 马桥香肝切块 金葱切断 肉切肉片 辣椒切碎 起油锅倒入适量的油 待油热后放入金葱爆香 倒入肉片 待肉片变色后倒入少许生抽 翻炒后加入马桥香肝 马桥香肝翻炒后加入少许盐 加辣椒加入适量的水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烧15分钟左右 然后转大火收之后即可出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